大家好 朋友们 现在是晚上9点30分了啊 这个跟大家说说有一些名流啊 这个他们的婚姻啊 他们的家庭 他们的人生都很有意思啊 刘诗坤啊 最近又当爹了哈 他第一个太太是叶建英元帅 号称花帅啊 的女儿叫叶向珍啊 后来又娶了一个 现在是第三个老婆 比他小30多岁 生了一个女儿啊 现在两口子 还有这个刚出生的小女儿 生活在美国加州啊 然后还有一个叫报慧桥的 报慧桥的是一位女的钢琴家吧 然后呢 报慧桥的老公 原来的老公是那个谁 是打开乒乓外交 打开中美外交僵局啊 被毛泽东曾经称呼为 我的庄爷爷的庄泽洞 后来两个人生了一儿一女吧 女儿好像叫庄兰 儿子叫庄彪 后来离了 后来之后一个日本的 出生在中国沈阳的 日本的叫佐佐木敦子的一位女性 喜欢上庄泽洞 俩人又结婚 为了庄泽洞 佐佐木敦子还放弃了 日本国的国籍 他们俩就没有子女啊 现在这个还有天津 报慧桥的一些亲属 现在住在天津 天津过去的租界啊 那个北洋政府的那些要员 各界名流 比如说下野了 或者避难啊 比如说这个北洋军阀 直挽战争 直奉战争 抗日战争等等等等 他们就躲到天津租界 武达道这一带啊 武达道什么张园啊 张园体育场啊 很好玩的 武达道有很多名人故居 什么梁启超家呀 什么溥仪家呀 还有那个天津外国语学院 这边我都去过啊 那些地方 天津外国语学院有一个 法国天主教传教士 搞起来的华北地区 第一个博物馆 非常好 还有一个意大利兵营 在这个天津火事站附近 天津也很好玩的一个地方 我们看看这个视频 这什么叫名流 什么叫深宅大院 今天带大家去武达道一处老房子看看 真正的深宅大院 房子的主人是著名钢琴家 报士贤 这是一座四层的独栋别墅 我也是在武达道的洋楼里长大的 这房子让我感觉又羡慕又亲切 这是老爷和毛主席 应该是1951年吧 这边是跟一些大师们的照片 然后这个是我姑婆 湖南 宝贵乔老师 这是中国最有人的地方 对 然后小时就是 孤婆学校 这种画画的线 这种木地板 这个木地板 这个木地板 还是以前的老地板 这个木地板是老地板的 而且你看这个地板是比较浅颜色的 是因为后来最近我们家有褪色的机器 给它褪了一点 这对保就应该是这个颜色的 窗外的这个小布台 真是太有感觉了 像那个武达道啊 像那个袁世凯的后代啊 还有段祺瑞的后代啊 像这个晋云鹏啊 就很多名流北洋系的 还有国民政府系的 有很多都住在那啊 这个袁世凯呢 他是七八个妻妾啊 其中他有一部分 现在住在北京啊 有一部分住在天津的也比较多 那个很多年前吧 四五年前吧 有一个袁世凯的孙子 在我所在的一个微信群 还给我们做过讲座 讲他们家的历史 他们的亲兄弟俩吧 他哥哥 本来是解放军的军官 是在军校里 还是在部队里啊 后来就因为袁世凯 文革又给弄出来 说袁世凯卖国 那都什么时候的事了 都孙子辈的 他哥哥自杀了 然后他们家就给发配到 他本人发配到内蒙古乌兰查部 后来他学医 然后在一个公社的卫生院工作 后来拖了蒋南祥 当过教育部部长和天津的书记 给他们调回来的 他们做过这讲座啊 这个哥们 这个哥们啊 这个做的视频 这哥们 就是前一段我做的节目 就是他的这个视频 这哥们讲那个小兵张杆 说那胖翻译官 没说不给钱呀 是吧 只是说我到城里下馆子 不问价 就是说我是高收入 我是外企白领 外企白领嘛 老板是日本人嘛 日本皇军嘛 并没有说 呃 强买强卖 或者是白吃白喝 是吧 比这个今天那些贪官污吏 啊 欺负老百姓 去吃霸王餐的 勒索的强多了 对天津也有个音乐学院 我二姐他们那个中央音乐学院 在天津也带过 这个当年我儿子要上幼儿园的时候 就在我们青年湖公园西边 然后有一个幼儿园 说是什么双语幼儿园 完了说那个教授 有一个女的老太太 说她就是中央音乐学院的 然后我问她 她说原来在天津 我当时对她的身份还表示怀疑 后来我问过我姐姐 我二姐 说好像中央音乐学院 在天津市待过 现在也有个天津音乐学院 我一哥们北京人 然后那个原来在那个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过 国管局 然后我这哥们 她的女儿就上的这个天津音乐学院 学歌剧的啊 就是这种女高音之类的 将来有可能到意大利再来留学啊 然后还有北京就是中央嘛 然后沈阳音乐学院 上音上海音乐学院 还有西安音乐学院 西安音乐学院最出名的叫耀家心 带一把刀开着车 撞了人还把对方捅死了 要家心啊 这个这个小伙子是他的家啊 他的那个应该是他 呃 他爷爷的妹妹是报慧桥啊 就是那个庄泽栋的前妻 在老房里付罐子确实在其他地儿都是东西 是 二楼的半圆形喜剧室太杂了 180度阳光房 从早晨到傍晚都有阳光 牛 真棒 这种金属的这种开关 我小时候住的房子也是这样的 只有现在一般的现在房子也见不到 可能可能在欧洲的老房子还能见得到 这个是原来原汁原味的窗口框 这么粗的老树真是感觉太好 大家注意到没有 让人们怀念的 或者让人们羡慕的 这个景仰的啊 这种有向心力 有凝聚力的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洋人带来的 真的 就是在中国很多城市里边 那些比较精华的 是吧 都跟租借有关系 如果没有租借 没有外滩 哪来的大上海 对吧 没有五大道 哪来的天津卫 是吧 当然天津卫的城市是要早 我说的是某种程度上的吸引力 神秘感和一种先进文化 对人们的感召 对吗 包括青岛 对吧 那叫什么 叫叫什么 青岛那个地方叫什么 不叫战桥 叫五大关 还是叫什么关 对吧 那个地方我去过啊 去过 然后还有大连 吕顺 大连吕顺那边 也有很多日本 俄国留下来的老房子 包括吕顺的监狱 白玉山的炮台 对吧 全是这个北京的东郊民巷 那里边那些西哈努克 住过的院子 是吧 法国邮政局 公安部 公安部原来是英国兵营 后来给拆了 很可惜啊 那是文物啊 对吧 包括我们安定门外青年湖 俄罗斯坟 俄罗斯教堂 那都是沙皇的几个亲属 几个大公亲王 都埋在我们那儿啊 当年是那个 俄国爆发内战啊 布尔什维克夺权啊 就把那个官国 那尸首都埋在我们那儿了 对吧 我们小时候都见过这些东西啊 对吧 这不是一种先进的文化吗 对吧 现在中国啊 出于这个政治需要啊 吸收大量的黑人来中国留学 给中国搞得乌烟瘴气 但是中国人有去非洲留学的吗 没听说吧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中国人去哪啊 还是去欧美啊 对不对啊 这个是报老师自己弹的行吗 对 这个是十几年前吧 小时候就家里就支持 我买的一台示范围 特别好的一台 这个是老爷的签字 1958年 这书是1956年 这是歌唱祖国的 这个苏联版 这是苏联版的 这个他有信念 当时出的 第一首取的就歌唱祖国 而且是俄文的歌词 这个唱片专家有的 他看了以后 觉得就是他整理 觉得很多东西非常珍贵 他说这个俄文的啊 就是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 派出大量的人去苏联留学 我姐姐的不能叫老师吧 是他的领导 就是郑小英 郑小英都知道吧 八十多了啊 还活着 郑小英是表面上是福建南安人 实际上他的老家 从他们的老根 到根 是乌兹别克斯坦 可能是萨马尔汉呀 什么塔什干呀 布哈拉呀 浩瀚呀 安吉岩呀 反正他们祖辈 元代 色穆人 到中原来做官的 乌兹别克人 他就是刘苏回来的 有一批像中央音乐学院等等的这些音乐单位的这些音乐学术机构的院校的是苏联回来的有这么一拨人 这些人比较亲苏 下面他们谈到的小泽争耳 小泽吗 姓小泽啊 然后争耳 板元争四郎和石元丸耳 他 他的父亲崇拜这些人 然后那个小泽争耳呢 好像是沈阳出生 然后在北京住哪啊 原来他们家住东丹啊 那会儿日本人也在北京占了好多宅子 不一定是买的 就是夺的 抢的 小泽争耳来中国访问 他不是指挥家吗 娃尔姐 娃尔姐是第二大提琴 不是首席大提琴 是第二 在郑孝英那儿 娃尔姐也是第二大提琴 当第一 挺难的 哈哈 现在就是 小泽争耳年轻手 这个 小泽争耳年轻手 这个 阿老 上楼顶的露台 俯瞰院子全景 能住在这里 真是人生赢家 最后去办地下室看看 看这落叶好有感觉啊 奶奶那个上海那边的那个 民国时期的那个老家居 然后这个 很老的 临走的时候 正赶上奶奶回来 太荣幸了 这两人 你好 你好 你真高 我一看见高的人 就特别羡慕 和爸老师告别了 这样的老宅子 只有住进有文化的人 才有灵魂 才能持续焕发光彩 嗯 说得好 这个高墙 是吧 有隐私 都给隔断了 和外边的闹市 通渠 它是隔断的 但是它里边 取静通幽 是吧 别有洞天 说得没错 你有文化底蕴 那么你住在这儿的房子里 它又有历史的传承 它又有现实 你看 基本上紫城副业 孙城副业 人家一代一代的 还是从事相关的这些职业 这非常好 像我们家是因为我二姐八岁就被挑走了 所以我们家多多少少也有点这种文化呀 艺术啊 音乐呀 书卷呀 这种体系 我三姐原来也是教师 三姐夫都是教师 所以我们家还可以 还可以 老百姓当中吧 就说还可以 而且我们 包括我 我喜欢看书嘛 对吧 谢谢大家 再见